那不就更乱了吗 所以这个六种的沉浸啊 就是使众生在哪里内心乱过不停 学佛就是要去掉这个乱 假如你真正能够定得下来 不被这个沉浸的乱动乱所抓 那就显示你有定功 从前有个皇帝 那么看到这个道教跟佛教两边在哪里争论 那么道教真的很强 他说道教才是我们中国的 这个佛教是外来的 那么他一直要争要皇帝信道教 这个皇帝本来是信佛 学佛 可是他是一国之主啊 也不能说一定要偏哪一边 偏不好 那么因此他想要推荐 他说这样好了 你用说我不神了解 听懂也没有什么作用 你既然说佛教道教你两边在真吗 那就凭你两教选这个选一个代表出来 我来测验看 看谁这个比较理想 我就相信他 他用什么方法称言呢 有一天请到这个道教的最高的道士 一个人来 佛教请了这个禅定功夫最好的禅师来 这个方法就是皇帝事先准备好 两杯茶 这个杯子先用开水去泡过 那么然后用这个滚开的茶 倒在这个杯子里面呢 两个人同时啊 一个送到道士这边 一个送到禅师那边 要同时 起步同时 刚送到两个人刚手去接那个杯子的时候 外面的大炮开响了 碰 这一声 正好手去拿杯子的时候 正好声音配合 碰 那么这个道士被他一加 杯子没有拿好 掉在这个地面上打破了 禅师拿着杯子唯唯不动 他也不觉得热 而且茶一滴度没有滴出来 定功 这就是三谋地 这就是定功 那么因此皇帝他又不用说了 大家好 我信佛教 为什么 他的杯子不但是没有掉下去 连茶也没有滴一滴出来 他的功夫好 你说的再好 我没有用 我还是相信他的 所以他还是信佛教 各位有没有这个定功啊 不过好多现在没有皇帝了 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六种的成见里面 这个乱 乱过不停 真正有定功的你乱你的 我们这里啊 周围狗很多 过去一乡被 晚上被狗吵着 简直是 起烦恼 后来妈妈想 这个不是办法 你要叫狗不要背 叫他不要背 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嘛 他做狗必须要背啊 做狗不会背 还叫做狗吗 狗背是正常的 你不能怪他 怪谁 怪自己啊 你为什么听到他狗背的声音就动嘛 当时我没有听到不就一样嘛 我就学习这个功夫 虽然还没有学到家呀 但是现在烦恼比较少了 没有那么严重 从前啊 有的时候半夜被他吵醒啊 一直起烦恼 这个狗真讨厌 真讨厌 可是后来想象 不对啊 他狗是自然要背的 如果不会 不会叫的狗 那还养他做什么 狗叫 这是他的本分 你不能怪他 只要把自己管好 自己对这个狗声音 不会被他转 这就行了 从这里去学这个功夫 各位家里如果有狗的话 跟我学吧 那么这个六乱妄想 存在众生的业性 造业的性质 由此增加他的业的作用 十二聚分由此轮转了 十二聚分就是下面的十二类生 这十二类生的这个情况啊 就是由此生起来了 那众生就在三戒六道里面 这样轮转不息 比较难关已经过去了 下面就比较好懂 下面就是说这个十二类生 每一类串乱十发情况 怎么样子 这个因是什么 果是什么 在里面呢 有详细的说明 所以先总说 事故事件 生下未出 从十二变 唯一宣服 城市轮转颠倒相公 事由世界软生 胎生 食生 化生 有色 无色 有详 无详 若非有详 若非无详 若非有详 若非无详 这就是下面十二类生的明目 把这个灵目先列出来 然后顺着这个明箱 做一个一个的解释 事故 是成上文 而生起下文 因此之故 世间 三戒六道里面 轮回六转 就是由这个 生相未出法 经文里面 生相未出 是把前面的色 后面的法 把它裂掉 因为 它又把它做成 四个字一句 四个字一句 所以 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 这只要说 生相未出 就知道 包含在里面了 所以 生相未出 就包含 前面的色 后面的法 那么 穷十二变 穷是净 净这十二种 在那里发生变法 全是转 在那里转变 不停 咒而扶持 所以众生 从这个轮转的 颠倒相的缘故 世间 就由 这个 胎软 失败了十二类的 瑞珊 那么 下次 就从这个 十二瑞珊的 分别解释 那么 比较 难的文字 已经过去 但是 佛经里面 这类的文字很多 这部经 这类文字很多 到了后边 我再来做说明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